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即将访问台湾 据这个富士新闻网,就是日本的一个新闻网报道 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正在日本访问 他预计在10号与岸田文雄会晤后 直接访问台湾 原来计划呢,这个佩洛西是访问韩国的 但是呢,可能最近近日呢 由于台湾海峡形势变得紧张 所以佩洛西转而决定访问台湾 佩洛西将是过去25年来 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政治家 这几乎就是直接打脸习近平 因为他挑战了中共的体现 中共的台湾政策是不允许美国跟台湾 有这个官方的关系 所以说呢,有网友评价说呢 这几乎就是往中南海或者中南坑里面 扔一颗炸弹差不多 就要把这个大粪坑有可能炸翻了 所以说呢,网友呢,密切关注着 习近平可能做出的反应 因为习近平呢,在十九大的时候呢 曾经声称自己在任内要解放台湾 现在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说呢,他要么呢 就是在这几个月里面解放台湾 自己能够终身执政 要么呢,他恐怕就得乖乖地下台 这个现在呢,可以这么说呢 中共是又惊又弄 尤其是习近平呢,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 中共的发言人 这个,已经,赵立坚 已经向美国 已经这个,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呢 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我估计这两天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也就是说会谈 或者说秘密这个谈判将会非常之多 民进党立委这个王定宇表示呢 这是美国向台湾展现的最大的支持 这两天来呢,就是说呢 这个习近平呢,已经 就是重新下定决心攻打台湾 因为虽然说他看到了这个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悲惨后果 但是呢,他认为自己呢 现在比俄罗斯还强大 因为现在他手下的模式 比如说他的国师金灿荣之类的 跟他说呢,俄罗斯这一次呢 公务失败呢,主要是由于经济 这个不行 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的GDP总量 只相当于一个中国的这个广东省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后勤供应呢 实在是太缺乏了,啥都没有 没法打仗 而这个习近平这个团队呢 认为呢,他们中国呢 有足够的这个人力和物力 不像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样 既缺兵源,更缺这个物质 甚至呢,你现在连坦克都制造不出来 军车呢,也不够用 运输呢,也就是说呢 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 而中共呢,觉得呢 他的这个经济总量呢 是俄罗斯的这个 好几倍 十几倍 应该呢,就是说呢 打下来台湾没问题 而且他们认为呢 台湾的抵抗力呢 也比乌克兰要弱 因为乌克兰人呢 虽然矛盾重重 在这个俄军攻打以前 但是呢,俄军一旦攻打乌克兰 就是侵略乌克兰 那么,呃,乌克兰人呢 基本上重置层层 一致对外 但台湾人不会 呃,台湾的国民党呢 基本上现在被中共买通了 所以说呢 习近平可能认为呢 呃,这个台湾呢 呃,就是说到时候 没办法组织抵抗 他们在呃,中共在台湾的盟友 也就是国民党啊 还有其他黑社会啊 什么的都会纷纷帮助 解放军占领台湾 也就是说在后方捣乱破坏 或者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呃,或者阻挠台湾的这个动员等等 呃,最主要呢 是呃,现在呢 习近平认为呢 美国到时候不会出兵 因为乌克兰的情形这么严重 美国和欧洲 呃,也就北约 到现在都没有出一兵一组 只是给予这个援助 而中共认为呢 呃,只要不出兵 呃,就是说美国、日本 或者这个北约不出兵的话呢 中共拿下这个台湾不成问题 因为中共呢 可以动员十万条 呃,或者是一万条渔船 至少几万条渔船吧 呃,把这个数百万解放军 都给运到台湾去 呃,中共认为呢 他们可以能够发动一场闪电战 在几天之内 最多一个礼拜之内 就能够呃,攻占台湾 呃,所以说呢 终于基于以上种种估计呢 习近平可能最近呢 要对台湾发动一场侵略 呃,所以佩洛西呢 在这个时候呢 果断的改变形成 访问台湾 其实呢 也就是为了嚇阻中共 给中共一个响亮的耳光 一个严厉的警告 呃,另外就是 哥斯托梅尔呢 又现屠杀证据 呃,刚刚出来的视频显示呢 有11个乌克兰平民 在车库里被杀害 呃,俄军呢 呃,这个凶手呢 现在已经被查明呢 是这个呃,叫 呃,这个屠夫呢 叫穆尔别科夫 此人呢 呃,这个要不查屠夫呢 叫穆尔别科夫 年约40多岁 他担任64旅旅长 呃,这个旅呢 基本上呢 是这个远东的 撒哈共和国的这个兵员所组成 呃,撒哈共和国的那些人呢 实际上就是 呃,跟满 就是属于那个 呃,远东的当地的土著居民 也就是跟满洲人 比较相近的一些部族 呃,这个屠夫呢 呃,曾经获得过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授予的杰出勋章 呃,所以说呢 呃,这个家伙呢 是属于这个俄罗斯的那种 呃,非常野蛮的军人的典型 他下令进行这场屠杀呢 呃,也不太出乎意外 呃,因为呢 呃,像他们认为呢 打仗就是为了抢钱 就是为了这个烧杀抢掠 呃,所以说呢 呃,他们在 呃,占领了这些地方以后呢 而且呢,他们主要是上了这个 普京的当 受了普京的骗 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 无论他们怎么杀人 怎么强奸 都没有事 也就是说呢 不会被追究责任 也不会被查出来 因为他们已经占领了 而且他们相信普京 呃,下一步他们马上就要占领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 呃,甚至占领乌克兰全国 乌克兰整个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所以他们呃,杀几百个人 呃,这个强奸 人间几百个女人 呃,那都是小事一桩 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呃,他们攻占 他们不仅没能攻占基辅 而且呢 现在被迫慌忙的撤退 甚至来不及掩盖这些罪证 就匆匆忙忙的逃跑了 呃,此外网上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是比较好笑 就是说上海的一个巨委会呢 在微信里面讨论 呃,说是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 呃,有人就提议呢 说七楼柱子一个黑人 块头挺大的 呃,可以把它吃掉 而且呢,他能够供大家吃好几天 但是这帮居民没有想到呢 这个黑人呢 呃,是他在中国的这个 可能在山东大学留学过几年 呃,就是因为贪恋 想要玩弄 这个玩够了这个山东的女人 女孩子,女生 又想到上海去玩弄女生 呃,他呢懂中文 而且呢,他就在这个群里面 所以他吃惊的问道 你们问 你们不要吃掉我 说哈 你们为什么要吃掉我 呃,这个对话呢 现在在网上被贴出来 的确是令人震惊 呃,这就说明呢 这个中国人呢 如果惹急了 呃,如果饿急了 他是会吃人的 其实在六十年代 大饥荒的时候 中国呃,呃 饿死的这个几千万 就四千万到八千万人当中呢 至少有一千万人 是被邻居 亲人或者朋友给吃掉的 呃,有的呢 是死了以后吃掉的 有的是死了之前 就被杀死吃掉的 呃,还有呢 呃,现在有人建议呢 就是说上海的居民都要小心了 家里面要准备好啊 刀啊,锤子 呃,尤其是巨委会 要来 开门的时候要来几个人 呃,你家里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开门 呃,或者开门的时候 你手里拿了一把锤子 作为防范 因为否则的话呢 呃,这帮巨委会的人呢 很可能上去把你抓住 呃,要么呢 把你抓走 甚至呢 有可能把你打死吃掉 呃,因为巨委会呢 是一向是非常阴险的 穷凶饥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